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起 风起 这衣服是不是还有点民族范儿啊 你今天不讲的是一个有民族范儿的地方吗 哎呦 你看看 你看看多用心呢 对 咱们今天讲的啊 跟这个东南亚风情好像有点关系 对吧 而且呢 为什么我说要借重义军呢 本来我想借重你的内涵 你看你连外表都给我穿出来了 我因为他是这个国际事务非常了解 我特别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这个人我最近对他很好奇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照片 他叫杜特尔特 菲律宾的这个总统 你看宣誓就职 他这个人呢 他爱做这个手势 你往下看 他喜欢这样 然后呢 你再看 这是坐公交车 窗户外头 这真是 这坐大巴坐多了 是吧 一般没坐 是吧 而且最新的消息 他又在说这个让奥巴马下地狱 对吧 之前 说地狱今晚了 要去炼狱 要去炼狱 炼狱是欧盟 哦 是欧盟 他叫美国人去地狱 然后他说说欧盟就太急了吧 就去炼狱 前一阵我听说呢 奥巴马呢 本来准备跟他在万象这个地方有个两人的会晤 结果呢 会晤之前呢 他说你这个狗娘养的 狗娘养的 好 狗娘养的 奥巴马就有点害羞 就不去了 最搞笑的是他后来出来解释说 我不是该骂你奥巴马 我是想说潘基文是个傻子 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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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么人他都开放 教宗都被他骂了 除了中国 除了中国以外 哎 就是 就很诡异 似乎呢 他比过去咱们觉得那个阿基多那个三世啊 那个 那个上面好 是吧 感觉对中国不太好 就靠着他那美国爹 对吧 但是这人一上来 哎 我看那个著名的那个反美标兵李敖在微博里都说 说他拿出这照片来 说18什么98年美国人就骗了菲律宾人 然后说在上个世纪初杀了菲律宾20万 对吧 哎 就说出突然出现了一个反美的 而且说南海问题 我们要跟中国好好商量 对吧 可是也有评论说 他呀 实际也不是个傻子 你你你你你分析分析 你分析分析 就是他这种 也不是说对中国表态一直都是软的 好像就是今天软 明天硬 这么一个节奏 对 两个事情 先说跟中国的话 我觉得其实呢 他不是说一定要跟中国好 因为菲律宾其实民间啊 普遍对中国还是有一点这个抗拒心理的 就坦白说是这样 所以他不会跟中国走得太近 但是他为什么采取这个姿态呢 他是觉得说我菲律宾其实 我是有这个 就是我说了有东西可以跟美国去打价还价的 我与其说我过去是完全我倚重你 不如说我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我两边都可以有这个资源可以拿 免得我只是靠着你嘛 对吧 他不是光光是跟你中国好 他是不会的 他很现实 他说你跟中国现在就有两个办法 要么打一仗 要么谈判 但是打一仗呢 中国这么大 我们都打不过 所以呢 我们只剩下一条路要谈判 而且呢 他很现实 中国有钱 跟中国谈判之类有好处 美国那边没钱 那这是另外 那么另外一个呢 中国最近当然会很小心处理跟菲律宾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菲律宾这个男孩这个被人当棋子 那棋子背后 美国啊 日本啊 哪里是为菲律宾着想 这个谁也都知道 所以中国跟菲律宾会很小心 所以没什么事情刺激到他 美国呢 主要是因为他杀那个毒贩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人权的事情 据说杀了三千多的毒贩 那么两千 说是美国那边就说啊 就说怀疑两千多被杀的啊 都是法外处决 就百分之多 关键他是也违京审判 就我怀疑你是就帮一枪给撂倒了 他有一个民间的就是私刑队 就那些人去啊 有的时候还不用枪 就拿小刀啊什么的 看见一个人 我怀疑你是扛给你 然后就给捅死 就不 他就 他就也不少 然后美国呢 就在谴责他这种扫毒 就是打 但是还出一几 他这个打扫毒啊 是他起来的政绩 他原来在那个城市 就是以这个出名的 而且呢 事情不那么简单 不是像美国说的一样 他现在就是侵犯人权啊 什么什么 主要是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毒网啊 他有利益集团在后面 而这个利益集团 价价是跟美国有很多利益的纠葛 所以他那个打毒啊 其实打到了 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啊 以前 美国要从历史上看 美国跟德国的兴起的时间差不多 而这两个国家兴起的时候呢 世界上的殖民地呢 已经被英法更早的西班牙葡萄牙 全都封光了 所以我们都我们都只知道 德国应该因为封不到殖民地 所以在欧洲发动世界大战 但其实美国是一样的 美国最大的殖民地 就是菲律宾 就是菲律宾是美国道义上的一块污点 其实因为美国他立国就是说道德 就是跟以前老欧洲不一样 你们都搞殖民地 我就不搞殖民地的 那么他以前在跟中国 就是亲政府的时候 不是签订了一个旺煞条约吗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那个英国什么 已经跟中国要求你各地赔款那些 那么那个美国就过来说 我不要你各地赔款 门户开放 当然要门户开放 就是说英国取得的通商的这种特权 我全都要有 他就叫那个MeToo 就是我也要 利益均沾 我都要 但是呢 我不要有殖民地 但是他一直声称 我在海外没有殖民地 所以我有道义上的这个制高点 但是一直没有说 其实菲律宾就是他的一块殖民地 他派出了十几任总督里面 还产生过一个后来的美国总统 那个谁啊 叫特夫 华夫特还是特夫啊 是否我忘记 那个 当那个英国被打的 就是完全台北特 被德国打的一塌糊涂的时候 那不是就需要美国支持吗 那个时候罗斯福跟丘吉尔 就在那个大西洋宪章 就在他们的一个军舰上谈判 等于英国要求美国出手吗 当然美国自己国内还没有得到全部支持 直到珍珠港世界 但是罗斯福是倾向于帮英国的 事实证明他这个就接过了世界的霸权 这是世界霸权的一个接棒 就在那个军舰上 在这个接棒的时候 美国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非直化 就是你英国不是日部落吗 全世界这么多地方的 你要我们现在支持你可以的 但是你要放弃这些殖民地 将来要让他们独立 然后罗斯福呢 他说好 你要放弃这么多饼的蛋糕啊 我这有一块小 小菜也放弃 菲律宾 就美国说 你看我在战后 我会放弃美国对菲律宾的这个殖民地 那英国那个时候老家不保啊 没办法 就是说好 那我的战后呢 我让所有我的这些殖民地 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留不留在英联邦啊 他们什么 所以这个大西洋宪章 当时菲律宾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棋子 所以菲律宾跟美国是有特殊关系 这个的确是有的特殊关系 就像香港跟英国一样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他放弃了殖民地 我看他也是美国的保护地 那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实际上非职都是这么回事 你看现在 你就看法国足球队有多少非洲运动员 对不对 你看那个巴西都讲葡萄牙文 对不对 在整个南美都是西班牙语的势力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非职的世界 但是非职它都是殖民地的痕迹 这为什么文化研究里边 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流派 那对菲律宾来说 美国人的影响 美国人帮他们 等于是建立整个这个国家体系 就像台湾现在看日本一样 对不对 很多建筑都是它的 所以这个关系是理不清的 而且还有很重要一条 很重要一条 美国人死了很多在菲律宾 二战的时候 主战场就是在菲律宾 吕宋岛那边死多少人 日本人也死在那里 美国人也死在那里 对不对 死的最多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今天 被菲律宾总统骂成一个叉叉的 那感受是自己吞的 他是有这么一重 对 而且其实美国他尽管说 菲律宾其实是他的这个殖民地 但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 比西班牙好的这个殖民者 他没有实行一个高压政策 但其实他实行非常非常 就是严密的监视这些东西 但是他觉得是他整个给他们英语的教育系统 所以现在所有的菲律宾都会讲英文 他有这个教育系统 他们的文官制度 他就全部过去 而且就是说 但是为什么贪污腐败遍地 那个是因为大家族 对 这个就是很多人拿出来讲的 就是说在亚洲这些国家 最直接实现美式民主的 是菲律宾 但是国家情况之混乱 是跟美术美式民主是成反比的 大概除了缅甸以外 否则就 他这个之混乱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这个discovery和什么国家地理频道 这种纪录片频道 专门有一个节目 叫什么抑郁惊情啊 就是讲各种西方人在外国遭到的那种 特别不靠谱的造语那种 很多我看好几集就是讲菲律宾 就莫名其妙一个外国游客 光机就给菲律宾警察关监狱里 然后拿钱拿钱拿钱 然后拿了钱 之后邦一枪就打死了 就完全是这么一个黑社会一样的一个国家 那个马尼拉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我以为是北京的 结果是北京连前十都排不上 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杜特尔特本人就是一个杀手 咱们先去下广告 强强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我跟你说 杜特尔特在这个 我觉得这人说 杜特地 老杜吧 我觉得这个报道挺逗的 就是说据路透社10月3号报道 杜特尔特宣称 当他向俄罗斯和中国抱怨美国时 对方均表达了支持 然后杜特尔特透露 说上个月我在老挝参加东盟峰会 我当着俄罗斯总理梅德威杰夫的面 斥责美国的所作所为 而梅德威杰夫认同他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 他说我跟梅德威杰夫碰过面 我跟他讲 这老美让我日子很难过 他们不尊重我 他们没皮没脸 然后他说梅德威杰夫就跟他说 说这是美国人的真面目 你说的对 我们会帮助你 然后报道称杜特尔特并未说明 抱怨所为何事 然后他说 我碰见中国官员也提及了反美一事 据杜特尔特转述 中方表示 菲律宾跟美国结盟利益不多的 然后同样目前也不太清楚 是哪位中国官员在何种场合 做出上述表态的 你可以看看 咱们在网上找一段杜特尔特的这个风采 是一个统统的东西 知道吗 你知道过去鲁迅不是有个文章 叫什么友邦惊诧论 他们讲现在美国人的感受 就是说我们国内有个特朗普 菲律宾也会出了一个特朗普 他还瞧不起特朗普 他说你们不要说我是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个老糊涂 我还不是特朗普 他觉得他比特朗普还酷 但其实他们都很像 现在就讲全世界范围的 就是这些populist 这些民粹主义者的心情 你不觉得他和特朗普 什么查威斯 以前那个查威斯 还有现在在欧洲的几个脱欧的 以前有一个YouKeep那个头 还有就还有几个 像那个普京他们也觉得算吗 还有那个土耳其的 原来的伦敦市长 伦敦市长 你不觉得他们都是善于电视讲演 对吧 善于展示他们很男性化的一面 然后都是这样 而且都会讲一点出位 就是看上去政治不那么正确的 但是又说出至少一部分人的心理化的 这种这种话 这是反映民主的潮流 正在向民粹转移吗 大家是有这个担忧 是有这个担忧 那么普遍的一种解释 就认为这个是因为 这是因为大家对于这种建制 就是就已经有的 这种现有的一些党派政治的不满 但是我那天 其实你上次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美国人投票 是不是用理智去投票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挺有意思的 有一个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就最近有研究 他就说我们以为呢 我们在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 我们头脑里面应该 我们以为要是有两个盒子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情感 然后看哪一个占上风 然后会做一个决定 其实永远是 这两个东西是融合的 你的非理性的那个部分 就是情感的部分 其实一直注入到 你所谓理智分析的那个部分 而当你在看不清前途的时候 你往往用你的这种 非理性的部分 就是下意识的决定 而且有的时候是正确的 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大家现在普遍觉得 这个世界的前途 越来越不明确 在你不明确的时候 你就是用你的情感那部分去投标 而且有可能是对的 你知道我 所以我现在认为 对于科学 对于政治的研究 其实都不如对内心的研究 我们对内心太缺乏研究了 比如说那天 我以前跟徐老师谈过一个问题 就好像说是亚当斯密 还是哪个经济学家 就是说过去 传统经济学理论里 有一个就说人是理性人 只有这样咱能研究经济 就是你人都爱买便宜的 爱买价廉物美的 那么是假定消费者是这样的人 我们才能推导出一些行为 可是在实际当中 发现不一定 很多消费者 他买的东西 他不是出于这么一个 可以推测的理 就他不是理性的 就是说那些便宜侮辱我 他可能有另一种 所以而且这个问题 你要再钻研深了 我跟你说 根据最新的心理学的一个学派 表明 做了很多行为的行为主义的这种实验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总统 或者你根本就 你知道吗 就发现人 在认知系统上 我们你看什么叫旁观者清 这句话是对的 我们其实更善于通过外人的表面 去揣测他的动机 那么你以为你自己的动机 是你自个心里明白的吗 也不是 其实呢 你是用同样的一套系统 来去揣测你自己 为什么做出了这个选择 我讲的可能有点复杂 他的意思是说 人往往是这样 就是说我选择特朗普 好 你选择特朗普啊 是你的一个决定 但是你选择特朗普的理由 是你后找的 是你心里啊 不知道是出于下意识 还是潜意识 是鬼知道你因为什么 你说我就爱他 然后呢 你用观察别人的那种认知系统 再去内观 就观察你自己 就说 我是为什么选择他呢 是因为他好看 或者是因为特朗普够可爱 你明白吗 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学派认为 实际上我们人类没有一个 对内的 就是你真正咱说心里跟明镜似的 不是这样的 你实际看你的想法 就像你看别人的想法一样 来推测你自己 按照这种 我认为这种说法 就是也就导致你选择什么 你做什么决定 实际上天知道你为了什么 这个弗洛伊德最后回到了康德 不可之论 弗洛伊德的就是说 人自己不知道自己 但是他还是相信医生跟旁人可以知道你 为什么你不知道自己 就是我们旁人说 你看他在发火 他表面上是对他小孩发火 实际上是因为他怀疑他老婆 对不对 那么他在对他小孩发火 对不对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在怀疑他老婆 但他在对小孩发火 但是他是假定艺术和旁边的人 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是你这个悖论是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因为你也有类似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没发现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个著名的实验 他们试过 现在李安拍那个电影 每秒120帧 就是你知道这个电影 过去是一秒24格25格 他比如在这个里面 加插一个可乐的一个画面 实际上你完全看不出来 在荧幕上就放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可能是个普通的电影 但是在里面 用几帧的画面 就不断的比如说出现可乐 可乐可乐的标志 好你这个电影看完了 然后测试 在这个饮料柜 你要喝什么 他就选择可乐 可是你访问他 你为什么选择可乐 他会想出很多理由 说我这个可乐很渴 或者可乐这种味道 是我喜欢的 可是实际上 没有这个屏幕里 没有加珍 这个可乐画面的 那部分观众 就没有选择可乐 对了 最近我跟一个硅谷的人聊 他就讲这个问题 讲的特别的直白 他就说 就是用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你在网上吸收的信息 叫你吃的 你自己写评论 或者是你跟人家去交流 叫你拉的 但是现在你吃的那部分 其实被控制 就他说什么意思呢 全世界他认为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叫做这个互联网 这个internet 其实没有了 都是intranet 什么意思呢 他说全世界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Facebook 另外一个叫微信 其实我们已经懒于 自己去找任何的信息 只是你看看朋友圈 或者有的人看看Facebook 你所有的信息 其实都在那个里面 对 都是别人喂给你的 而且他跟我讲 吃什么你就变什么 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在那写评论 干嘛干嘛 你在分享一些事情 其实你吃的那个源头 是人控制的 你不让你自己拉的是那一个 然后呢 他说比如说像那个Facebook 他就认为 然后呢 你吃的也不外乎 就是你自己拉的 今天的互联网 我跟你说 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 很危险 这太形象 这太形象 对 我们不是说 他是语言的公共厕所吗 对对对 天哪 我们这个内循环 然后他说这个Facebook 他们做过一个实验 其实他们有一个新闻排名 就是那种 就像你看微博 不是 他有什么前视频 大家什么热的那个头条 他同样的是十条新闻 他给你改变一下顺序 他就发现 人们永远都在讨论 就前三条 他给你推什么 他就是什么 其实 然后呢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他一定要有良心 他到底喂给你什么 对吧 但是他认为 就是说这个Facebook 其实他用这个 用用户的讯息 特别的严重 他们去控制你 你用什么样的新闻 就特别的严重 他说呢 其实Google啊 以前说 就是这个不作恶 但他们现在好像是 为了有一些这个利益 也是开始 就是说你用他一个 什么cloud的时候呢 原本他这个链接 可以不了解你的这个资料 但他们现在也打开了 那个门 这个都是我听来说 这我都听别人说的 不是我自己说的 他也打开了那个门 就是他也可以拿到 你这个资料 据他说 现在只有一个公司 其实真的是 没有看用户资料的 就是那个苹果公司 所以上一次跟那个FBI 不是要他们去打开吗 他们真的就就抗拒吗 他不打开吗 他就说只有苹果公司 还有点良心 真的没打开 但是最后听说 是有一个黑客 以色列的一个公司 给解开了 把苹果的这个 他说我们这些人 对于这些 就是社交网络来说 我们不是客户 我们是奶牛 他们一直在挤我们的奶 我们一直是一个 比较老土的 过去的脑子 比方说雷洋这个事情 过了一阵 人家忘了 我们就在那通心激手 说哎呀 民众怎么散望 但是照你们这个理论分析来 这根本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他他刷刷刷量 你们就觉得是一回事了 是是是 他一不刷 人就没没没 没精没废了 你实际是被操控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们刚才讲一大堆啊 其实就是两个 很根本的一个价值观的冲突 我现在就是 我也犹豫在这个两个里面 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了亚当斯密 他说我们早上有好的牛奶喝 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养牛奶 养养牛的人是好善良 而是因为他想过好日子 所以他拿牛奶 所以他这个是假定 就是说虽然 虽然中间可能有人 加三路奶粉 或者谈小便宜 或者等等的 但是归根结底 整个世界 是以这样的一个两个自私的人 最后得逞一个合理的一个效果 这是 那另外一句就是 就哥佩尔说的 这个谎言重复千变就是真理 这个就是 而且变成真理了以后 就什么叫谎言 这个是不存在 所以你们刚才讲的 这个这两条东西啊 在我脑子里现在就是完全矛盾 你就不知道这两个是应该相信 谎言是什么意思 谎言重复千变就是真理 你们不是刚才说 整个互联网 这个信息这么来来去去 大家自我循环 那就无所谓真理 无所谓谎言 你现在你看见那个微信公众号 那个刷量工具吗 谎言最后就变成真理吗 你就信吗 但是我要说的 现在在说这个杜特尔特 你也是当今社会一个奇观 就比如像特朗普这些人 但是他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情动于衷 这是个性情中人 还是个神经病 就是你有时候很难分辨 而且而且就说这个杜特尔特啊 现在有人说 他实际上是在战略勒索这个美国 然后你说他要杀十万贩毒的 说是三百万 你没听到他自比希特勒 希特勒杀了三百万吗 然后他说我这里要有三百万贩毒 我把他们全杀完 我就是那个就搞德国人抗议 就说当年他当市长的时候 现在说有一个杀手出来告他 当然他不承认 总统府的发言人说那是胡说 但是那个杀手团的人就说 当年他就是他当市长的时候 他靠我们这些人给他杀人 就杀这些个贩毒的 当然都没未经审判 说甚至有一次 杜特尔特自己看着那个 跟他们枪战还没死的人 拿起冲锋枪 你说这事是真的吗 我还看过有一个就有一个那个摄影师 是跟着他们去拍的那些那个行星队 他就说那些行星队的人 他们也是为了一点钱 因为你去帮他干就去 然后去然后就看到人 然后就觉得你有嫌疑 然后就追杀人家打死 说有他当中访问到一个女孩 就是其实年纪也不大 而且特别娇小 但他是一个杀手 而且他说就是显得特别的冷 然后他就说我的癖好就是说 我用小刀和尖锥去把人捅死 就是到了这种 但是国际政治上 没有的敌人 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而且民间也很喜欢 所以不管他说什么过分的话 中国的网友还是挺开心的 对不对 有这样的人出来 他没骂到中国头上 出来骂美国 敢骂到中国 那小粉红翻墙骂死他了 开始一下 再来一遍